中国的高端住宅跟其他国家的高端住宅 有很多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些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怎么样把阳光空气跟水 做一种最有效的利用 一种最融入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些都是一样的 但是除此之外 它有它的很特别的地方 中国人面对生活 面对家庭 面对它的社会 跟西方人的态度 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差距 跟不同的地方 所以住宅这件事情反映出来的 其实就是生活在里面 空间里面的人的个性 它的看法跟它的价值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认为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特定文化属性的 一种产品 设计